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落空我不講場又和你們聊聊天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仲暉 余成你好 輝哥 輝哥元旦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都希望大家萬事如意 新年進步 希望今年疫情過去了 大家會有一個很歡愉 很喜樂的心 所以我們都講一些開心的事 樂也讀樂的 講音樂的事 上個星期你就建議了講Michael Jackson 你都講得好 我們都說不如我們下次也講一下 羅大佑 因為上次我們講了一支歌 《USA for Africa》 那支歌就是《We are the world》 跟著就說 咦 台灣也有這樣的版本 台灣的作曲人和召集人就是羅大佑 他都被稱是台灣樂壇的教父 他就出道很早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你講的台灣歌聲 就講到七十年代 我講到羅大佑 羅大佑是遲些了 其實羅大佑七幾年已經出道了 他正式灌第一支唱片 八十年代 但他出道的時候是玩樂隊的 他也有作曲的 不過他還沒管自己唱的唱片 他有作曲給其他人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想 台灣的樂壇教父不是李宗盛嗎 他也是 為什麼是羅大佑 他也是 不自一為 不是獨一的 教父有很多的 但是李宗盛他本身都認為 羅大佑是比他更加資深的 因為在演唱會裡面他們都講過 他們兩個也是拍檔 你說到這裡 兩個也是情敵 兩個都曾經喜歡過張艾佳 但是兩個都沒有跟張艾佳 搭到婚姻那一步 但是他們也有緣分 他們組織了一隊樂隊 跟張鎮樂 羅大佑 還有李宗盛 還有一個我不記得 周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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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組織那隊樂隊 都玩了兩件 我想遲些說 你再說一說 那個我曾經在網上發出來分享 那個叫做中冠遊 很厲害 中冠仙 很厲害 四個都是獨當一面 但能夠合作 他在大約三年之間去運很多個地方 包括亞洲就有中國大陸 台灣不用說 香港就沒有來澳門 另外馬來西亞 新加坡 跟著去到美國 而在中國大陸去很多個城市 可以數得到北京 上海 天津 昆明 重慶 最近我們的佛山 其實羅大佑 他的音樂 我想在整個華語樂壇 都是認同的 肯定了他整個水準和他的成就 但是羅大佑還有一件事 是被人家津津樂道的 就是他的政治取代 即他的政治取代 就會令到他加了一層的色彩 在他的歌裏 你講到這裏 他曾經是受封閉禁足的歌聲之一 不讓他去大陸 但是在千禧年就解禁 於是後來他去內地循環演唱過很多次 包括剛才講的 跟另外三位歌星一起合組 一個組合 所以很多歌手或者一些藝人 他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拖了一些 在美國都是 一個特色 美國都有 他有不同的取向 有些可能是支持共和 有些支持民主 這兩個不同的黨 我們不如分析一下羅大佑 他的傾向 他是反對民進黨的 他是支持宋楚瑜的新黨的 我覺得這一類形象的人 一般都是傾向於 當年美國七十年代的 希皮士那類的性格 他又不是希皮士 他是傾向 他其實是比較有些左傾的 我感覺 當然他是否認 這些政治的取向 是別人覺得自己怎樣都好 內地一間省級的傳媒機構 南方報業集團 其中他下面的南方周末 就訪問過這位樂壇交付羅大佑 羅大佑都明確是講明 他對民進黨有些什麼負面的看法之類 我想他被禁足於大陸的市場 我想最關鍵是 因為未開禁 不是特別針對他 我想還有一個問題 在六四的時候 他自己的取向 六四他很小心 他沒有直接去說一些說話 但是有些叫做暗諷的歌曲 大家都明白的 例如《王國大道宗》 那些諸如此類 我想他是歌手 兼作曲 兼對於整個華語樂壇很有影響 我首先聽他的歌 第一支歌 我想說出來你當年也有聽 聲音怪怪的 愛人同志 聽過 聽過 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他的歌曲 其實有一首歌 大家可能會不記得 那出戲 但是記得那首歌 叫《暖曲》 《暖曲》1990 國語版本是他自己唱的 粵語是許冠傑唱的 那套戲是當年好役的 是新藝城的電影 阿郎的故事 跟澳門有關的 賽車的時候 借牆來拍攝鏡頭 故事就說 周潤發是一個賽車手 駕駛是電單車 被其他車撞到頭 所以老實說 他那首歌 有些人說 有些歌紅過氣 有些戲紅過歌 但是他羅大又唱這首《暖曲》 我感覺是 是比當年的周潤發出戲 其實兩天都紅 是一個套戲拿獎的 最佳作曲 是那套戲 那套戲 《暖曲》也拿獎 電影有其他套 但問題是 歌曲當然是流傳久一點 這套戲你不會不停放的 是吧 不停放的時候 你看過就不看的 但歌曲可以在電台 夜晚 你都聽到 所以 你現在就覺得 《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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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 我覺得 你可以查一查 他是有香港居留權 但不是用香港居民 他的身份不止這個 等於有些人 有加拿大籍 鄭大班 但他有香港居留權 他現在都沒有取消 只不過身在異鄉 我們說回羅大佑作的 又有電影 又有歌曲 《紅》 還有《倉海一聲笑》 這是《笑傲江湖》 那套電影的主題曲 很多人誤解了這首歌 是黃瞻作的 不是 黃瞻有填詞 填詞 其實作曲是他 黃瞻在戲中有出現 亦有部份是禍唱的 所以 亦有在五馬那部份 他也有唱 所以老實說 其實我剛剛說 羅大佑的誇度很大 因為他電影所得到的成就很高 他作曲配樂 很多電影都有他份參加 他另外一支曲 每晚都卡拉OK有人唱 那支歌曲 被譽為代表了香港 而我也有幸 曾經我和一位台灣出名的 江素惠 合唱在曾蔭權面前唱的那支歌 那支代表了香港 東光之珠 東光之珠 我想 在他整個音樂的旅程當中 他當然第一首歌 大家都知乎這也會很熟悉 第一首歌 但是當時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在電台上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演繹方式 所以這些歌 就是令到他能夠 他參加很多比賽樂隊之後 他第一首歌能夠一炮 就是這首歌 他最初是玩鍵盤的 劍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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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張艾嘉比較親密的時期 都作了一些曲 給張艾嘉唱 有出唱片 其中著名的就是童年 童年的歌 蔡國權都翻唱過配粵語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他作曲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不是很輕鬆 你現在老實說 羅大佑在後期很少作 這些跳躍很輕鬆很簡單的歌 他日後在90年代 其實80年代 中期已經開始都是比較沉重一點的歌 譬如《六道小鎮》 這些他會說回 他本身對於自己的感覺的抒發 譬如我不是台北人 當時的人會覺得他大約不道 他不單止作曲 有電視和有唱 當然也有編曲 最重要的是他從事監製 一個唱片 他的製作有很多個環節 包括有錄音和不同樂器編排 哪個樂器大聲一點小聲一點 他是對這些巨細無謂的親力親自去做的 老實說 現在包括在香港 包括在內地 包括在台灣 好像羅大佑 這麼長的時間 都這麼緩弱 他在疫情期間都很緩弱 這七十年代的中葉 到現在 說了四十幾年 四十幾年的時間 這樣幾十年都紅的人都很多 只不過範疇不同 這麼寬 你看到青山還有唱歌 老實說 你看到 我心印象的那首歌 明天會更好 大家都會 你真是想不到當時 《廢育青》是剛剛出道不久 《廢育青》唱的部分挺長的 所以你看到 小歌 你看到 原來在他的影響中 是提拔了 給了機會很多 很多其他的紅星 有些近年整個對照版本 挺有趣的 參與的歌星也很多 就是 欣妮 蘇瑞 很多都在 齊羽 齊秦 有一位就是李健福 李健福 即是《龍的傳人》的原唱者 當然他現在李健福 很現實地說 已經在這個樂壇 很少見到他的新聞 但羅大佑仍是非常活躍 而且活躍的層次不同了 他更加深耕了 因為涉獵的範圍多的時候 變得更耐玩 我想羅大佑現在 其實他年紀大了 六十多歲 好像是五四年 五四年 現在六十多歲 賽車第一屆就是五四年 所以 你說 他是不是算是老呢 但是 他上到台上 就不是老 他比其他有些老一些 比周華健 張震岳 他是老一些 但是他還可以 李宗盛 李宗盛也差不多 這個年齡 這一類的歌手 是很耐心的 因為他不是用純情歌 去吸引聽眾 所以他說的內容 包括你同等年紀 或者是他剛剛紅 七幾年八零年代 紅聽他的歌 但你四十年來拿回來聽 完全你才會感受到他當時的 同一圈子 他接觸多 可能墮入愛河 剛才說 他和張藝嘉 李宗盛和張藝嘉 都有過一段情 李宗盛更加有和林奕蓮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組合 而最後羅大佑就沒有娶到張藝嘉 他先後兩次的婚姻 都是和姓李的女子去結婚的 應該是一個女的 所以現在的婚姻作案 這些藝人很多人都會是八卦 他有幾多個女朋友 有幾段婚姻 有幾多個制度 但是羅大佑在這方面 他所傳出在這方面 我千萬不要說婚姻 現在的婚姻又說要封殺 他的感情 這些是比較簡單的 我就不知道他現在身處何方 在哪裏定居 住得久就當定居 他曾經在美國住了兩年左右 在美國行醫 羅大佑他是醫生 抗赤科的醫生 他是讀台灣的中國醫學院 我想這件事 很多人是想不到的 以他的外型 以他的唱歌的風格 你怎會想到他是一位 那麼香港很多歌手 他都是讀不同的科系 包括一些藝人 馬國明 都是很高的學歷 但是羅大佑的感覺 起碼給我 我未看到他 原來他是讀醫的 即是醫科 他未必一定 醫人的 即是放射科 醫人 放射科 放射科的治療 我老實說 我感覺 而且行醫不一定是單獨掛擺 他可以在診所裡 但是他正式行過醫 因為他以行醫作為謀生的一段時間 很短 很短 但是他真的有這個資格 大家都知道有些藝人 都分別做工程師 即是建築方面工程師 因為工程師有很多不同範疇 關正傑也是 所以可能他是讀醫的 讀醫的人 即是多多少少 都會看過人生的東西 會多些因為生離死別 悲歡離合的東西 在醫務界裡 有大乘大乘 有不開心就哭了 李宗誠也試過 李宗誠在演唱會 他就唱回他以前跟林益聯合唱歌曲 一邊唱一邊哭 所以當然唱歌的人 包括作曲 包括所有跟音樂有關 是感情的動物 一定要感情豐富 如果感情不豐富 你怎會唱到這首歌 會感動到別人 羅大佑唱歌的聲音都好像哭 那些我們聽歌的人形容叫哭腔 另外有一位新加坡歌手 王清源也是這樣哭腔 王清源現在在唱歌 王清源的聲音就清一點 好像他的名字 但現在老了不夠氣 他是用他的技術搭救 即是兩個字三個字這樣握出來 爆炸 羅大佑我想他現在的作曲 就會少了 但他在每一個年代所作的曲 都是表現他這個年紀 尤其是不同的感受 不單是曲的韻律 他的編曲很好 你只聽明天會更好 那個韻子那段的音樂很美妙 羅大佑本身除了唱歌 他吉他也很洗得 他會玩很多樂器 他玩鍵盤的人 鋼琴通常都可以 因為都是這些鍵盤式的東西 但就不同的奏法 鋼琴屬於一種敲擊 但你玩鍵盤可以長按長響 可以做很多效果 我想羅大佑現在的心態 都是以培育下一代 不是叫培育 是可能叫做幫助 發掘一些新的音樂路向 我們有時聽回這個時代的歌 很多人都說這番話 我在這裏都不厭其煩再說一次 就是說以前的歌 不論他有多快或多激昂 他很清晰你知道他想說什麼 他很清晰他們的聲部是怎樣唱的 他有些歌曲很搖滾 王學大佑東也是很搖滾 但歌曲旋律很優美 東方之珠已經是 所以我們現在看回 難怪我和你 或者我拖你落水 是會懷念這個80年代到90年代這一段 歌曲的黃金時間 事實上很多優美的作品 很多很好的藝人在這段時間出現 但你欣賞他 不要只欣賞他唱 因為他不唱 而是由他作出來的歌曲更加多 因為他作給其他人唱很多 他唱其實不是那麼多 說真的 他作的是作了三百多首歌 他多過他唱很多 所以在這一集我們講羅大佑 但是幾乎所有他作的曲 他都有在他不同的演唱會有唱 包括剛才說 童年童年有個版本就是 那四大天王 這個叫中半線 剛才說張鎮樂 李宗盛 周華健 和羅大佑一起合唱 非常受歡迎這個版本 希望他們能夠有機會 不要說重組 一起唱多一次 又或者我們有機會 我們講完這一輯 又將那一支童年 放上我們的YouTube 給大家欣賞一下 好 Facebook應該說 多謝鬼哥